德哥沙斯州的冲突事件呢 既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那么政党之争的这个延续 同时也是2024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 非常劲爆的这个戏码 同时呢更触发了 美国宪法上联邦权力与州权力 这样一个联邦制 那么经典的这样一种 问题的这个爆发 那问题为什么会 这个爆发的这么严重呢 那是因为 长期以来啊 这个南部边境的这个移民问题 也就是非法移民 对南部各州的福利啊 治安啊 就业啊 以及然后这个 包括美国文化 跟美国这个社会 然后根本特征的冲击呢 应该说是这个 越来越暴露出来 所以在特兰普政府任内呢 对南部边境采取了 铁丝网隔离墙的这个政策 那么阻止非法移民的这个进入 应该说特兰普的这个政策呢 是得到了南部各州 尤其共和党各州的 大力的支持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 基于其这个 不同的这个政治哲学 以及移民政策呢 一直试图去 拆除这个移民隔离网 那么 放开这个移民进入的这个通道 来表达这个拜登的 全球主义的观点 人权主义的观点 多元主义的这个观点 那么这也是围棋这个 政党政治以及选举政治服务 那这一次呢 通过联邦最高法院 以及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 行政命令呢 那么要强制执行 拆除南部边境的这个隔离网 是触到了南部共和党各州的 这个痛楚 那么掀开了这个政党政治 以及联邦于各州 矛盾点的这个 最深刻的一点 所以呢 才有这么大的这个冲突 那么这个冲突是否会如 美国有关议员所讲的 造成这个 不同色彩的这个州的 国家离婚 也就是说 这个引发一场南北内战 造成美国的分裂呢 我想这个 结果可能还不至于这么严重 因为呢 其实美国的这个宪法 美国的这个精英政治呢 还有一定的这个 自我进化和调控的能力 目前这个剑马弩张的对峙局面呢 也显示出 其实双方是在政治上 不断的亮明立场 积聚资源 讨价还价 我相信在其背后呢 按照美国民主政治 以及精英政治的逻辑 一定在密切的进行 利益的这个交换 进行权力的这个博弈 一旦达成这个 一定的妥协方案 共识方案 我想这个 呃 现场冲突的这个激烈对峙呢 有可能会缓和下来 这次我会讲一下 这次我会讲一下